我們今天要來用Aterra Quotes 2做一個最簡單的專案 我們來試試看 我現在先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我們來設定在自己的資料夾 我設一個SOR的專案就好 那這裡名稱就叫SOR Project OK 那不加新檔案 這邊也都不加 那把Simulation設成Model Symmeterra 這是在第10版之後 它把波形編輯機拿掉 所以只能夠用Model Symmeterra 那我決定用Verilog 那這個SORProject裡面 我現在就可以來新增一個方塊圖 OK 那我放塊圖裡面我就加一個 一個邏輯查 那這個邏輯查呢 那基本的邏輯查在Premitive裡面 用SOR 互次貨雜 OK 接下來我加兩個輸入 接下來我加兩個輸入 加兩個輸入 OK 這個輸入呢 用片角 輸入 OK 那 這個輸入叫做A B 好 那 最後我再放個輸出 這個輸出 就叫做C 那 那 最後再放個輸出 叫做O 叫OUT 那就把他的接線接上 接一條 沒接好 接一下 這邊的接線也接一下 接好了 存檔 那這個東西我要放在 SOR這個專案裡面 就叫做 SOR plugSOR 叫plugSOR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編譯一下 然後他告訴我說 TOP LEVEL DESIGN ENDET IS NOT DEFINED 那這個要進行一下設定 設定一下 TOP LEVEL NT 在這裡叫plugSOR OK 按確定 再編譯一下 這個編譯需要花一點時間 OK 編譯成功了 那 有warning沒有error 所以OK 那接下來呢 我就 為了要進行測試 因為 它的 波形編輯器 在第10版的時候被拿掉 所以這時候我們只能夠 使用 vlog 或 vhdl的方式 來進行測試 來進行測試 然後就建立一個 vhdl的 程式 那這個就叫做 SOR TEST 那輸入有兩個 輸出有一個 輸出叫做 OO OK 那它的 A輸入就接到AA B輸入接到BB 因為是blockSOR 所以這裡就叫做blockSOR OK A接到AA BB接到BB 那 OUT接到OO 其他的就不用了 那初始值 OK 這些也都OK 這樣子 按存檔一下 那這個 SOR 這個 叫做 SOR TEST TEST Bench 好 這樣子就 弄好了 那接下來呢 必須要做一下 設定 第一個先看一下 我們的 這裡有EDTool EDTool 的 它的路徑設對 OK 接下來呢 在這邊 有一個 Assignment 的Setting 這邊呢 有 Simulation 這裡 我們的model Roundgate Roundgate Level Simulation After Compilation 把它設計 接下來呢 其他的部分 這裡必須要用 Compile TestBench 然後我建立一個新的TestBench 所以這裡 這裡 就叫做 這裡先稍等一下 我們這個叫做SOR TestBench 不太好 我覺得不太好 我覺得應該重新命名一下 可以重新命名嗎 不行的話 就先刪掉 另外這樣會跟TestBench 裝到 就remove 然後 在這裡 SOR Test 用這個 Test Add 加回來 下進來 好 那這樣按OK 接下來呢 我們用 設定一下 Assignment setting 這裡 這裡 看一下剛剛的SOR Test OK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在這裡 Simulation這裡 我們必須要設定TestBench 按你的Name TestBench TestBench 這名稱 就叫做SOR TestBench TopLevel Module InTestBench TestBench 應該是設成SORTest TestBench 然後最後這邊是一個 Microsec TestBench的檔案呢 就是SORTest TestBench TestBench UseTestBench TestBench InstanceName Tut 就是剛剛那個Tut 加進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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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呢 我們應該就可以做編譯了 這個編譯完成 如果正確的話應該會跑出波形 但是 我也沒有把握好 喔 編譯過了 但是呢 卻沒有跑波形 那我看看是什麼原因 2Name RoundgateLabel Simulation AfterComplation OK 所以沒有勾這個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這次就有把ModelSim 叫出來 OK 很好 這次的波形 看起來有出來了 那我們看一下 我因為它的波形範圍太大了 因為它的波形範圍太大了 所以我把它弄小一點 好 好 這樣看 當兩個不一樣的時候就是1 兩個不一樣的時候就是1 兩個不一樣的時候就是0 所以這個是沒錯的 所以我們得到了一個 很簡單的 測試 就是 我們 了解了怎麼樣用 Aterra的 Quartus 2 然後怎麼樣 讓它跟 SIM Link 做連結 然後寫了一個非常簡單的 SOR測試 那這個 測試 我們 主要是為了要示範 怎麼樣讓 Gartus 2 跟 SIM Link 就是ModelSim 做連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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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